裹著棉被被爸媽抱在懷裡 小小生命出生喜悅 不過40天她卻不幸生亡 事隔4年 男嬰母親PO文直指害命的 就是男嬰的大伯母 PO文說 男嬰母親生產完做完月子 由大伯母照顧的大兒子 臉部紅腫裝設攝影機 發現他摔了大兒子 而二兒子在出生40天就過世 PO文案指和當年炎乃案一樣 兇手是大伯母卻沒有證據 想追究卻被長輩一句 家和萬事心給堂塞了 臉書上一張張照片和孩子親密合照 更寫下 在那裡過得好嗎 爸比好想你 透露思念之情 因為孩子和他的生日還是同一天 但致電男嬰家屬已經表示過去了 否則虐童 社會處表示 當時男嬰沒有外力致死跡象 但男嬰母親在事隔一年之後 再度生下女嬰 她認為這是過世的孩子回來了 家屬低調 但男嬰過世的真相 社會處還要再瞭解 但也表示如果父母親涉及隱匿 就會觸犯而哨法 而如果出手甚至可以被提起告訴 時隔四年 男嬰母親再PO文 一家四口的照片 卻註定永遠少了一人 這是雲林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 他們祝福 和親孰 父母親 體驗